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今天来给大家说说 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人 嗓子里面会有痰 但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需要不停的清嗓子 非常的难受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个问题 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就要明白 痰到底是哪来的 中文上讲 痞为声痰之源,痞为储痰之气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 声痰的根本是在于痞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 痞是具有运化水池的功能的 要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 进行营养转化 然后再输入全身 所以一旦痞出现了问题 就会造成水池停聚 而痞气它最大的特性 之前也多次给大家强调 就是中卓年腻 所以停聚时间一旦过长 就会越年越多成为痰食 只不过它所产生的痰 却第一时间都储存到了被脏里面 所以你就会有可塑可痰的现象 因此说 对于这种问题 条理的根本就在于 贱痞驱失化痰 那贱痞大家都比较好理解 但是驱失 驱什么湿 化痰又化的是什么痰 这其中就需要我们大家 还要明白一个寒热的问题 那最常见的是有寒湿和湿热两种情况 所以化痰的时候我们也要重点区分 你是化的是清晰的白痰 还是粘稠的黄痰 不同问题 这就要区别对待才行 那接下来就针对这两种最基本的情况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调理思路 第一 如果你的痰是以白色的为主 每天不定时的要一顿咳痰 那咳出来的痰 有些人的量多 有些人的量可能稍微少一点 但是呢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 就是平时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一吃不考消化的 肚子就特别难受 大便不成形 或者拉肚子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头两边有一圈的牙齿印 那如果你是有这些表现的话 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方案 就是我们可以参考选用 两个非常好用的中程药 一个是平胃丸 一个就是二层丸 这两个有些人可能也比较的熟悉 那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说明书 在功效作用这一块 其中二层丸 上面写着 适用于弹食停滞导致的咳嗽痰多 胸腕胀嫩 恶心呕吐 肢体困卷 舌苔白滑或腻 说到这里 大家看看是不是就非常符合这种脾虚 所带来的咳嗽痰多的情况呢 而平胃丸也是这样写着 适用于脾虚失胜 用于不思饮食 恶心 呕吐 喷酸 含酸 爱气 等等 所以这些就都是非常对症的 并且我们终于再去治疗 因为脾虚失胜导致的这个痰多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就是平胃散 而这个平胃丸其实就是平胃散的中程药 所以说大家呢 如果在生活中就是以土这种清晰的白痰为主要问题的话 平胃丸加二层丸 它们两个就有非常好的健脾造失化痰的功效 这些大家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第二 那如果你说我呢 现在是以可黄痰为主 总是咳嗽可黄痰 非常粘稠的黄痰 该怎么办呢 这里给大家第二个方案 就是可以参考用橘红丸 它非常适合用于弹热咳嗽 弹多色黄粘稠的情况 对于这种有黄痰的人效果很好 它清热化痰作用非常好 或者你也可以再加上一个鲜竹粒 鲜竹粒也是一个清热化痰的药物 所以这两者如果能够搭配在一起使用 对于这种咳嗽有黄痰的人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第三 还有很多人呢 反映他总是觉得喉咙不舒服 总是想咳嗽 也能够感受到嗓子里面是有痰的 但是呢 发现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往往会在生气之后 心情会愉快的时候 生闷气的时候 咳嗽 痰多 不舒服的情况会加重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 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驱失化痰了 并且还需要去沥烟化痰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案 就是瓶味丸搭配金嗓沥烟丸 那瓶味丸呢 有比较好的健脾造湿 并且还有行气降气的功效 而金嗓立烟丸也是有比较好的 那种造湿疏干理气的功效 所以说你如果平时呢 就是属于这种谈气 护结导致的嗓子不舒服 谈多 并且兼有这种脾虚谈胜的情况 这个方案就是很好用的 第四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人呢 如果你有反流性食管炎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种未翻反流的刺激 我们的咽喉也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这种咳嗽谈多的问题 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 如果你还是单纯的指示 去造湿化痰的话 可能效果就不是很好 而是必须要积极的治疗 反流性食管炎的问题 那么你的这种嗓子里面 总是有谈 咳吐不完的情况 才有可能会得到环境 因此说 在生活中 如果你也是经常咳嗽有谈 嗓子不舒服 那我们就要认真 找到你生谈的原因 然后合理的用药 才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